我想多做一些这样的题目 因此你们我想先讨论些问题 做一些练习 所以我们来看一个新的题目 像往常一样画出我的三角形 我通常想把它画的不同一点来迷惑你们 我们说这个上面的角为0.36弧度 一个0.36弧度的角之后 这边这个边上面这个边 把它画成另一个颜色 上面这条边画成粉色 等于根号73个单位长度或是其他单位 它可能是英寸或者英尺什么的 但是它是根号73单位长 那么我的问题是 这个边有多长 这个绿色的边 我们上次是怎么做这种类型题的 我们要知道处理的是哪些边 我们是在处理0边和对边 0边和斜边 对边和斜边 之后我们就会知道要用到哪个三角函数 我们知道这条边 这个粉色的边 这个粉色的边到目前为止 这都要成为一个老习惯了 是斜边对吧 它是最长的边 它正对着直角 那么我们知道直角三角形的斜边 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这个是我们知道的角 我们要求出它的对边 因此我们在求出这个对边 我们知道直角三角形的斜边 那么我们要用哪个三角函数呢 我们写出我们的筑筑 我之前说了什么 我们在求取对边 我们一只直角三角形的斜边 那我们要使用对边和斜边 这些中哪一个涉及到对边和斜边 对边和斜边 O和H对吧 是sore sore的意思是sine等于对边比斜边 一个角的sine 在这种情况下 它是这个角的sine 0.36 记住 我们在处理的是弧度 不是角度 等于对边 对边就是这个绿色的边 所以我就写upset来代替 因为O看起来像 0等于对边比临边 这个就是sine等于对边比对边比临边 这个就是sine等于对边比斜边 斜边的长度是多少 是根号73 这些是p顺便说一下 我知道它们不像p 还是写成offset吧 那么对边 我们只要把两边都乘以 根号73 等于根号73 乘以sine 0.36 现在再强调一遍 我不会把sine 0.36的值 记在脑子里 但是我会告诉你答案 sine 0.36等于 我把这个重新写一下 sine 0.36 如果你查表 或者你在弧度模式下 使用计算器 等于 3乘以根号73 除以73 当然你们的计算器 会得出一个小数形式的结果 我不会用这种方式写 所以记住就是这个 我只是查表得出的 没有什么神奇的 这个平方根 或者你可以用计算器 在可汉学院课程中 当你遇到这样的问题时 会给出相应的三角函数值 所以你不需要用计算器 根号73 乘以根号73 等于73 再除以73 等于1 所以这些都约掉了 我们得到了答案3 所以这个边的长度是3 如果出于好奇 如果你想解出这条边 我们可以有两种办法 对吧 我们可以使用勾股定理 因为你知道 导A的平方加B的平方 等于C的平方 或者使用三角函数 我要你们猜猜用到哪个三角函数 事实上让我们来做一下 让我们用三角形相关性质 解出这个边 然后用勾股定理解出这个边 这样我们可以看出 在数学里一切都是统一的 所以我把3写在那儿 我可以把这些都擦掉 我把它擦掉 我不应该把Song Contour擦掉 事实上到现在为止 我们应该已经记住了 Song Contour 好的 那么让我们解出这个橙色的边 如果你们仔细思考 我们会有一系列的办法 去解出它 我们可以说这是临边 因为我们知道对边 而且我们知道直角三角形的斜边 所以我们可以说 哪个三角函数是用到对边和临边 那是tine函数 所以我们可以说tine0.36 我们把这个边称作A 临边A tine0.36等于对边3 比上临边A 可以用其他的三角方法来做这道题吗 我们也知道三角形的斜边 哪个三角函数是用到斜边和临边的 如果你们还记得 Song Contour Coin Cosan是临边比斜边 所以我们可以说Cosan 0.36等于临边 比上斜边 比上根号73 我把Song Contour 写在这儿 这样你们就可以知道我在做什么了 Tine的意思是Tine等于对边3 比上临边 Coin告诉我们Cosan等于 临边比上斜边 我们可以使用其中一个来求解 如果我们使用第二个公式 我们可以得到临边A 等于根号73 乘以 Cosan 0.36 如果你们在弧度模式下使用计算器 或者我告诉你们 Cosan 0.36等于8乘以 根号73除以73 你可以通过小数来验证 再次确保计算器 不是在角度模式下 而是在弧度模式下 我想那个事实上是许多计算器的默认模式 对于这道题再次发现73 这个根号73乘以 这个根号73等于73 再被73除 这些都约掉了 很方便的是吧 这样得到了8 所以零边等于8 如果我用摊案函数来计算A的话 我们也会得到零边 等于8 这就告诉你们 任何事情都可以从其他角度来解决 我们用勾股定理来验证一下 8的平方加上3的平方 应该 等于 等于斜边的平方 更好73的平方 8的平方是64加上9 应该等于 更好73的平方是多少 是的是73 64加9等于73 果然它等于73 所以结果是正确的 很有趣吧 数学是怎么把它们统一起来的 我想现在你们已经准备好去尝试三角的第二模块 如果你们有任何问题 或者你们想看到更多的视频 告诉我 祝大家愉快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